Automorgy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来讲一讲买车 现在的人在买车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应该买普通轿车还是买 SUV呢? 有不少人就倾向于选择SUV啦 讲它这个坐质比较高啊 看的比较远啊 视野比较好啊 看起来也比较时尚 然后空间也比较好 只是SUV真的适合你嘛 如果你之前开的都是这个普通轿车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SUV可能会有一些东西让你意想不到接受不到呢? 所以今天的这一期影片就让我小明说出六大点来和大家分析 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SUV 还是其实Sedan反正是比较失衡 第一点 我们先说价钱 那我们都知道啦 这个普遍上SUV的价钱呢 相比起同级的轿车它都会贵上一个10-15%左右 也因此就造成了买这个D-Segment轿车的钱啊 你只能买到C-Segment的SUV 又或者是C-Segment的Sedan 你只能买到B-Segment的SUV 以此类推 也因此呢 如果你要选择的是这个SUV的话呢 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 你算是downgrade咯 就是在车身尺寸 还有在整体的质感上呢 相比起 同样的价钱来说啦 你买到的可能是第一级的一个SUV 那除了这个车价以外呢 还有就是保养方面 可能也是你必须要考量的一点 一般上这个SUV的轮胎都会比同级的轿车还要再大 尺寸大一寸 它的这个价格就贵了很多 同时呢 在油耗表现方面呢 也因为SUV车层高 风阻比较大的关系 油耗表现 相比起同级的轿车也自然是比较逊色 我相信这一些呢 都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啦 So 选择之间 你可能要考虑到这一点 第二点 是很多人都觉得SUV占优势的地方 那就是视野了 很多人都觉得SUV坐得高 能够看得比较远 甚至前方的车子的前方都能看得到 整个就很居高零下的感觉啦 就很安心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加上这样子的这个坐姿呢 开长途的确可能会比较不累 也因此很多人都偏向SUV 这方面算是SUV是比较占有优势啦 不过讲到这个视野呢 其实这个普通轿车相比起SUV 它反而又占有一个优势 这一点可能大家就没有理解到 那就是盲区了 SUV因为它的整体车身比较高的关系啦 所以它的这个引擎盖 还有它的这个车窗 腰线这一些呢 相比起普通轿车都是来得更加高的 也因此SUV的四周 它的这个盲区的区域 其实相比起普通轿车是更加的多 这一方面呢 我就以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前方视野来做例子好了啦 Let's say 现在有一个障碍物 同样的一个障碍物放在普通轿车 还有这个SUV前面啦 其实在SUV身上呢 它其实是要放的比较远 坐在车里面的人才能看得见 还有点大家可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SUV它的车身比较重 所以它需要更强壮的这个A柱来hold住它的车底 所以同级的SUV对比这个普通轿车的话呢 同级的这个SUV 它的这个A柱可能是会比较粗的 盲点也就大了一点 第三点就是这个坐姿啦 如果你没有仔细留意的话啦 其实这个SUV还有普通轿车 它的坐姿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就好像这样子 那坐得比较直的那个呢 是SUV的坐姿 因为其实SUV它坐得比较高嘛 然后它的这个椅子方面呢 也是稍微比较垂直而已 所以你的坐姿很自然的 就是这样子比较正一点 好像坐在板灯上面 你的脚呢 其实会比较直一点 有一点比较好像掉着掉着这样子啦 那在这一方面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支撑性就会稍微比较不足 至于在轿车方面呢 因为它的这个坐椅的设计其实是定点比较低 有点像是这个半躺在沙发上这样的坐姿啦 所以很自然的 你的这个脚其实是这样子斜的 能够伸直 反而在这一方面呢 你的这个大腿的支撑性是更加的好的 对于这个血液循环啊 还有你的这个脚椎的支撑呢 相对来说 其实这个轿车它的支撑是比较多的 以坐长途来说啦 我是觉得这个轿车的这个坐姿呢 因为对这个臀部啊 脊椎啊 整体的身体的负担比较少 所以很有可能你坐轿车 其实是比较不会累 比较舒服一点啦 不过讲到这个坐姿啦 我是有留意到近期新款的SUV呢 他们在坐姿方面是有一直在不断的改善 越来越接近轿车的这个position 所以希望这方面他们会越来越好啦 只不过对于后座乘客来讲啦 这个SUV车型因为它的视野比较好 重点是它的这个空间感更加的出色 并不会像Selena那般有这个压迫感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SUV的确是占有优势 可是呢 讲到这个东西 其实SUV它的这个重心更加的高 其实它的这个离心力也就更加的高 所以在抛物的这个物理方面呢 其实它也稍微比较明显 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晕车的一个人啊 你可能就会留意到当你坐在SUV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头比较容易晕 但是这个还是取决于这个司机的驾驶方式 只要开了斯文的话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差异并不会明显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抛物力啊 其实也连带影响到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一点 那就是舒适性的 首先就是这个悬吊调教方面啊 首先我先讲这个驾车 因为它的底盘比较低 重心也比较低 悬挂的行程也比较短 因此呢 在这方面它的这个悬吊调教可以调到比较软 至于这个SUV则因为重心高的关系 为了减少这个body roll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抛物力 加上它要增加跑高速的时候的稳定性 所以一般上SUV的悬吊调教都会偏硬一点 相比起同级的驾车来说 也因为这样呢 在过滤税震方面 还有就是在走烂路的时候啊 其实SUV它的这个舒适性 不一定会比普通轿车舒服 那也因为这个路感比较明显啊 所以坐在SUV后座的乘客呢 可能在这方面你的这个摆动又更加的明显 不过也因为这个底盘比较高 也就带了更高的这个离地间隙的关系呢 也因此SUV在通过性上 它的确是比较出色的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比较极端的烂路的时候呢 在这方面SUV就的确是比较强了 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一般上你们所看的这一些都会型SUV呢 它有的只是通过性 而不是越野车的这个脱困性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把这些SUV开进吧 再来呢 讲到这个舒适性呢 它也就是这个隔音方面的表现啊 因为SUV它的风阻比较大的关系啊 所以在这一方面它是比较吃亏的 需要花更多的心思来去杜绝这个风声 加上它的这个轮胎呢 也因为要维持稳定性 所以在胎宽方面 相比起普通轿车也是要更加来的宽 也因此带来更多的胎照了 当然目前市场上的这些SUV呢 很多在推出市场前 原厂就已经花尽心思来杜绝这一些隔音了 以达到更好的这个MVH 所以在这方面呢 差别可能不大 接下来这一点是许多人看中SUV的原因 那就是空间表现啊 不过讲到这个空间呢 我就以更实际的价位来说 我就以这个Honda Civic 还有Honda HR-V 这两款同价位的车子来做例子好了 大家从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啦 其实在车身指数方面呢 Civic 已经算是占尽优势 尤其在轴距 还有就是这个车款方面呢 其实反正你的SUV是小一号的 在这方面我相信如果以后座空间表现来说的话呢 如果说做三名成人 Civic 它会做的比较舒服 但是如果讲到这个装载能力的话呢 SUV 就真的是比较好了 在同一个集聚之中啊 SUV 的尾箱空间不一定会比Selenta 大 但是在灵活性上它绝对是比较好的 在这方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啦 同一个segment的Honda HR-V 还有这个Honda City 这两款车都是同一个底盘打造而成 而他们的这个尾箱空间也同样拥有非常出色的一个空间表现 但是呢 因为 City 它的这个车身设计的关系 然后它的这个尾箱开口也是受限的 因此在这个尾箱的运用上它的灵活性会比较受限 在运载大型物件方面呢 的确是这个拥有更高的尾箱空间的 HR-V 占有优势 尤其是在放倒后排的座椅之后呢 要放大型物件都完全没有问题 在这方面就算是以同价位的 Honda Civic 来做例子的话呢 在空间的运用灵活性上还是 HR-V 比较给 最后一点也是我个人最为关注的一点 那就是安全性 很多人都会觉得 SUV 车身比较高视野比较好 照理来说应该会比较安全才对 如果以碰撞来讲的话 车身比较高的 SUV 的确是占有优势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它的重心更加高 在发生意外又或者是当你在开车要做出闪避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 SUV 翻车的几率也比较高 相信大家也时常看到就是 SUV 被车撞的时候很容易翻车 这方面也同样是因为这个重心高的原因 所以这一点绝对不是车子越高越安全哦 大家可以要注意了 再来就是这个操控表现 在这一方面同样也是这个车身比较低i 重心比较低的 Sedan 占尽优势 打个比方啦 同样以这个 TNGA 模组化品来打造而成的 Toyota Camry 对上 Toyota RAV4 这两种车型 两者在进行比较以后 Camry 尽管它的身形是大了一号 D Segment 嘛 对上 C Segment 的 RAV4 但整体的稳定性上还是 Camry 比较好 而且在这个过弯的时候它的这个摆动幅度也少了许多 整体的这个反应也比较直接 这连带所带来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当你在开 Sedan 的时候做出闪避的动作 它的失控几率其实会比较低 当然不用我多说 这样的一个表现也足以影响到安全性了 所以到最后究竟你应该选择 SUV 还是 Sedan 呢 这方面我是觉得你其实应该明确你知道自己这个买车的用途 你是真的需要很大的空间的话呢 那 SUV 自然是你的那个首选 但是如果你只是喜欢 SUV 造型 然后喜欢那个高视野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能要再三十一下 因为 Sedan 它其实也是拥有这个足够的空间 以及实际性 加上它拥有更好的这个超价表现以及安全性能 加上以同级来说啦 其实这个 Sedan 的价格是比 SUV 还要便宜不少的 重点是它也比较省油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一个很高的空间表现的话 其实 Sedan 反而更加的适合你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这个 SUV vs Sedan 的简单的优缺点对比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讲的这些点如何呢 你赞同吗 你是 SUV 还是普通轿车的车主 你又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踊跃的发言 在这一段 FMCO 的期间也希望大家 乖乖带大家尽量不要出门 Stay Safe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Bye Bye 啊 对 记得不要忘记为我们的影片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哦